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帮七大姑八大姨选股票 买保险 在大城市干媒体 回老家 卸材料 干公关 回老家 千万别提这个词 在城市 你是David Lisa 这个总监 那个首席 回老家 你还是狗蛋 翠花 随便一个主任 科长 就比你牛 就算能找到一份工作 工资到手 你猜有多少钱 我老家在报友区 有钱 全国百强性榜单上 我们将做宜兴 排前十 好吧 让数据说话 宜兴 2015年城镇居民私营单位从业人员 平均年收入不到五万 每个月到手四千出头 在北京 餐馆招个服务员 也要三千五 还得包吃住 全国将近两千个县城 像宜兴这么富的 可不多 两百多公里外 黄山脚下的奇门县 去年城镇居民私营单位从业人员 平均月收入不到三千 看看你现在的 吃的穿的用的 这点钱 够花吗 老家赚的少 物价还低呢 特别是房子 北京军价三万五的房子 离天安门还有二十五公里呢 老家的房子虽然便宜 赚得还少呢 刚才那位宜兴的同学给你算算 宜兴一套普通房子要七十五万 带装修就奔着一百万去了 不吃不喝也得攒上二十多年 那位奇门的同学 虽然你们那一瓶里才三千出头 想买套房也得攒上十五年 无论你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 都是为房生 为房死 为房辛苦一辈子 回老家还买什么房啊 家里好几套呢 那好 再看看其他消费 回到县城 你基本就跟国际品牌说白白了 全国一共四百六十六家优衣库 开在县城里的只有二十三家 这个县城说的是北京的顺义 杭州旁边的萧山 周末想找个地方逛街吃饭 看电影《一条龙》 全国一共有一百二十家万达广场 哪个大城市还没一两个 可是在县城一共只有八家 对了 也是上面说的那种县城 所以就别做梦回老家虐菜了 还是乖乖留在大城市练吉吧 在大城市三十岁 你还是个年轻的菜鸟 回到老家二十五岁 你就不再享受年轻人待遇了 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视频 就快点击订阅按钮 订阅试之官方频道 想解锁更多知识 扫描二维码或者打开微信 搜索试之 更多新鲜有趣的内容 等你来拿 试之 知识 看得见 未经议